幾名員警站在岸邊仔細觀察 隨後又出動了打撈器具 原來今天下午4點多的時候 水利處的技工是發現了 有一具浮屍飄在水面上 嚇得他們連忙報警 而這個地點就在台北市的士林區 龍舟碼頭百林左岸 但警方打撈起來之後 卻發現這個遺體疑似是因為泡水太久 都已經腐爛見骨了 而頭顱也疑似是被魚類給咬走 並沒有發現 而部分的內臟也疑似有被魚類啃食的痕跡 稍早已經有殯葬業者以往殯儀罐 不過警方是另外從遺體的右邊屁股口袋 發現了手機和裝有身份證及駕照的皮包 發現身份疑似是33歲的嚴姓男子 而根據了解 這名嚴姓男子在10月1號的時候失聯 家屬在4號的時候就已經在彰化報案 目前已經聯繫上家屬前往警局製作筆錄 同時也將進行DNA比對 不過詳細的事發經過仍然有待釐清 我們下期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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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